在这期《向往3》里面 因为荷兰窦情商低别网友成功弟子 然后荷兰窦又发了道歉声明 不过反响并不大 因为她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删了很多对她不好的言论 首先她一进门就叫 比自己小一岁的张子峰叫张老师 让张老师 张子峰跟何炯黄磊等人处于同一个地位 而且在知道自己比张子峰大一岁以后 还不让人家叫她姐姐 可能是觉得嫌老 再后来蒙古屋的嘉宾们一起坐下来聊天 她又调侃彭玉畅想拍吻戏 让张子峰彭玉畅这对未成年兄妹接吻 在遭到拒绝之后 她又开始递死说他们两个狙击 但是后来黄磊让她跟彭玉畅演吻戏的时候 她又开始扭扭捏捏不讲演 至于为什么拍吻戏也是荷兰窦自己提议的 真是情商定有朝黑 早年在某综艺她还自我感觉良好 让别人出资 给自己演女一号 其实在娱乐圈这个美女如云的地方 她的外貌真的占不了优势 一个女演员外貌出众 可以演技情商来凑 可是荷兰窦这三样都没有 相反还特别的自大 这样就有点令人讨厌了 这让小编不得不担心起她以后的事业起来 再次回到小编宾